週長庫默週一宣布 紐約州新增8658例中共病毒患者 累計確診13689例 共4758人死亡 死亡率連續第二天下降 同時住院率重症監護病房和插管數的比例也有所下降 出院人數持續增長 累計13366人出院 根據不同的模型預測 紐約州最多需要11萬張病床或5.5萬張病床 而兩種模型均顯示會在4月底出現疫情高峰 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校長表示 目前的情況比原先預期的數據要低得多 庫默表示 紐約可能接近疫情高峰 而目前醫療系統已經達到最高負荷 州府將繼續通過不同措施應對 包括將擁有2500個床位的賈維茨會戰中心 改為收治中共肺炎患者醫院 同時申請將醫療建舒適號改為收治中共病毒患者 他表示會就此致電川普總統 另外 居家避疫政策將延長至4月29日 在此期間聚會違反社交距離規定者罰款提高至1000美元 庫默也表示將出台新的資金計畫 為疫情第一線人員捐款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 黑市集團首個捐款1000萬美元 而人們也可以不打電話 免費尋求心理諮詢 新唐人記者宇婷 紐約報導 毛孫妲章 明知愷 大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